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很开心我们可以透过上帝的话 一起来领袖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赞美你 求主你 真的在我们生命中 让我们生命 满有上帝 你的荣耀跟光彩 主就求主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这里献上感谢 祷告封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一起来听读一段经节 这段经节记载在 诗篇113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啊 你们要赞美 赞美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从今时至到永远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 他的荣耀高过诸天 谁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呢 他坐在至高之处 自己谦卑 观看天上地下的事 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使他们与王子同坐 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 他是不能生育的妇人 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 诗篇113篇开始的这一段歌集 诗篇113篇到诗篇118篇 这个歌集在犹太人传统当中 称为哈利的歌集 这些歌集其实是在犹太人的三大节期当中 就是渔月节 五旬节跟祝蓬节 当犹太人在他们家里面 在过这个渔月节的时候 事实上就会吟唱 在吃饭的时候 他们就会吟唱113篇到114篇 所以事实上当主耶稣在跟他的学生 一起在吃这个最后晚宴的时候 他们也同时的吟唱这些歌 而他们吟唱了这个歌集之后 他们透过吟唱这个歌集 其实是在赞美上帝 所以我们读到的 其实有非常多是赞美上帝 呼吁大家一起来赞美上帝的一个歌集 而透过这个赞美上帝 以色列人再次的与上帝立约 透过这个赞美上帝的一个历程当中 我们重新去数算 以色列人重新去数算 上帝是怎样在我们当中行了重要的事情 因此在整个诗篇当中 特别是113篇里面 这个诗篇里面正不断的呼吁大家说 你们要赞美上帝 但是绝对不是那个上帝 我们赞美的绝对不是空泛的 特别在诗篇113篇的第五节过后 一开始好像合唱团一样 圣歌都一样在那边互相呼吟互唱 第五节过后 开始在唱我们所赞美的这位上帝 他是怎么样一位上帝 他是一位至高的上帝 但他是一位愿意自己谦卑的上帝 因此他知道我们 他不只是高高坐在天上而已 他还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大小事 更要紧的是什么 他看得见我们在地上是怎样来行事的 因此即使我们落在灰尘当中 甚至在垃圾堆里面 他仍然看得见我们 他要提升我们 并且他要祝福我们 让我们真的可以跟王子同坐 因为他爱我们 这个正是当中 诗人呼吁以色列人要记得的一件事情 1884年马尖牧师在淡水创设的护学 这个学校最出名的一个学生之一 就是台湾原住民的第一个姓祖的人 他就叫做吉王 他在1924年受洗的时候已经52岁了 在当时候已经算非常老了 而他在57岁的时候进入了马杰所设立的 这个妇女的学校 接受半个月训练之后 他回到花莲去宣教 我们要知道在日据时代 那是在日据时代 日本政府的规定是不能在原住民地方宣教的 因此他们就躲在山洞里面 他期望就不断地在教导这些族人 而他屡次遭受日本警察的追捕 鞭打跟把他下到监狱 仍然不该宣教的心智 直到1946年他75岁的时候过世为止 目前台湾东部的台亚 阿美族 泰鲁革族 大部分的教会都跟吉王有关系 因此当他过世的时候 在他墓碑上写着这样的一句话 说没有人向他用这么小的机会 为这么多人成就这么多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即望在他生命的52岁之前 他还没有认识主之前 他曾经有三段婚姻 他的生命就好像掉在那个垃圾堆里面 但上帝重用了他 让他从57岁开始到75岁被上帝使用 短短19年的时间 被上帝使用并且影响了那么多人 因此吉王被称为台湾原住民之母 重点不在于他是台湾原住民福音之母 重点在于他愿意 在他可以的时间献上自己 亲爱的弟兄姐妹 即使我们掉在垃圾堆里面 也不要轻忽上帝要使用你 并且让我们真的提升成为他的孩子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都赞美你 因为我们深信你是我们的主 即使我们掉在垃圾堆里面 你仍然认得出 并且要我们真心向你 求主帮助我们 真的有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这里信上 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